我其實感動多餘難過 我想要帶大家回顧 我們這一路上走到今天 我們一起做到的事情 從2015年 我們第一次在修憲委員會 討論18歲公民選 那一年 我們或許還不夠努力 所以一路到了2020年 我們繼續 因為大家的參與 所以 總統宣誓要啟動憲政改革 立法院 開始有非常非常多的修憲的提案 修憲在立法院 第一次成為這麼主流的議題 經歷了這兩年大家的努力 在今年的3月25日 109位的立法委員 投下贊成票 跨黨派 一起告訴 台灣社會 一起告訴 國際的社會說 台灣 是一個注重 世代正義的國家 到了這半年 這九個月 打走遍了不同的角落 我們看到最後開出的結果 過半的台灣社會的公民 支持 讓年輕人可以參與國家的事物 一個議題可以有穩定過半的支持 是一個非常高的共識 也是在這十幾年 將近二十年來 大家努力不懈的結果 這是我們 值得 自信 也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這一路上面 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 分進合集 最後走在一起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 明年的元旦 也就是一個多月之後 就即將會有一群 雖然18歲成年 但是卻沒有投票權的人 這凸顯在台灣的世代正義 還是有矛盾的地方 這也凸顯了在台灣 我們還是有非常非常多 在民主深化這條路上 值得前進的地方 但是這也在顯示了 在台灣有一群非常有韌性的年輕人 在帶領著國家往前進 這一次修憲覆決的結果 我希望大家是感到驕傲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身邊的朋友 自己身邊的夥伴 還有跟自己的下一代說 我們都一路堅持走到了今天 我們最後會讓台灣 是一個不同世代 不同族群都可以共存的社會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條路 未來在立法院提出的施限 或者甚至是部分的法學的老師 過去就曾經提出修法的路徑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的希望 我們都會來嘗試 我們都會一起走到最後一刻 這次的公民覆決我們沒有辦法成功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同樣跟我一樣 感到的失望 在我們正方的發表會的時候 我說過如果我們這次的公民覆決沒有成功 這不僅是對於台灣民主的進步的一向打擊之外 這更是我們欠大家的一個世代正義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可能會因此對台灣的民主 對台灣的政治感到失望 可能有很多人會對於我們這些政治人物感到憤怒 因為我們不夠認真 我們這些有選票的人 沒有辦法讓公民覆決完全的通過 沒有辦法讓我們18歲公民權得到落實 我相信這是我們對不起大家的地方 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失望 我們或許可以生氣 但十幾年來我們這真的是最接近通過的最接近的一步了 十幾年來這是史上第一個公民覆決案的成案 所以我相信也希望大家要跟我們一樣 絕對不要放棄 也希望大家跟我們繼續一直堅持 我們一定要看到18歲公民權被落實的那一天 好不好 拜託大家跟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